哈喽大家好 希望每个能看到我视频的朋友们都能够比较珍惜我这个视频 因为实在是发之不易 在我们中国大陆 是吧 要翻墙要克服各种各样的困难 而且网络延迟特别的卡 所以我也是被逼无奈 才跑到这个位置 是吧 希望有更多的华人同胞 有更多心地善良的人能够看到 能够注意到 这次武汉肺炎 所谓的冠状病毒 这次疫情的严重性 和我们本地人生活的一个实际情况 现在整个武汉市所有的交通枢纽 公共交通全部被停掉了 然后据说加油站也停止加油了 然后呢 我不禁有几点疑问 比方说 你家里的亲人 有个什么高血压啊 心脏病啊 现在需要去医院 怎么去呢 打那个急救电话 120各位可以试一下 根本就打不通 完全就打不通 一直是盲婴 再比方说 你怀疑自个儿 是否染上了 这次的武汉肺炎吧 你想去医院做一个那个诊断 你根本就去不了 你怎么去 医院人满为患 医生他不教你去挂号什么的 就排队 你排几个小时可能都不搭理你 你本来没什么事的 你去排排队 可能就交叉感染了 我然后我再说一个 我眼睛亲眼看到的 在1月23号 武汉封城之前的头一天 22号 包括22号之前 整个武汉市 满大街 戴口罩的人都不多 一大堆就是不戴口罩的 还在麻将室里面打麻将 还在到处叫头接耳 包括一些商 小商小贩 我也想 问一下 我们大家一块在这个公共平台上探讨一下 武汉市市长 党委书记在干什么 作为一个地方的高级官员 一把手 他们难道没有得到信息吗 如果说他们第一时间得到了信息 为什么没有全程的电视讲话 没有第一时间的 甚至强制性的 要求我们老百姓戴口罩 提高防范的警惕呢 如果说他没有得到信息 那就说明他失职 这个人根本就不适合 做地方官 早就该滚蛋了 难道不是这个样子吗 难道我的逻辑有问题吗 然后直到 一月二十三号封城之后 我们整个武汉市才 每个社区门口贴了一个那个 一个单子上面写着什么 要求每个老百姓戴上口罩 然后从二十三号 今天二十 昨天二十四 今天二十五号 才开始陆陆续续看到 戴口罩的明显正多了 那证明并不是武汉市本地人 老百姓不配合 而是当地政府有关部门 根本就不作为 甚至或者说他们别有目的 至于说是什么 我们不展开探讨 我们只能说在这次疫情中 2003年已经有了非典 那一次前车之鉴了 而现在只能说是在 重复历史的错误 而且眼下 这一次的情况绝对 和03年的非典疫情 有过之而不及 现在你想出个门 是吧 想去救个疹 所有的公共交通全部停掉了 是吧 你自己想开车出门 去医院 加油站不给加油 当然这个加油站是否停了 我也是从网上听到的 我没有去证实 所以这个东西还有待商榷 然后 目前所有的一切情况就是 医疗全部都瘫痪了 或者说混乱 混乱不堪 我很多内部的 在医院工作的朋友 给我反馈的信息就是 你进了医院 也就是给你打点消炎药 给你打点激素 说白了 然后一样也是等死 就是很赤裸裸的等死 你自己身体强壮 能扛过去 你就扛过去了 你扛不过去 也就挂掉了 然后最他妈搞笑的就是 有些疑似病例 实际上他可能就是 但是他们医疗系统 可能因为缺那个什么病毒 试纸 或者说因为他们医疗资源跟不上 他就叫你回家自行隔离 我请问一下他妈的 这个地球上还能找出第二个国家 是这么扯淡吗 不要说你是不是疑似病例 哪怕是千分之一的概率 肯定要对你进行比较完善的一个 诊断和判断吧 怎么能随随便便就叫你回家呢 万一你是 万一你是一个超级病毒携带者 那不就等于说政府公开的 或者说医疗单位部门 公开的叫你带着病毒回社区吗 进行交叉感染吗 作为一个个人 一个普通老百姓 你的医疗知识 你的隔离知识 再他妈牛逼 也比不上医院的专业隔离吧 你整个地球还能找出第二个国家 第二个政府像这个样子搞吗 我眼下来到YouTube 发这个视频 我没有任何的目的 我只是觉得人活着一辈子 是吧 有时候在必要的时候 你得说点真话 人的一生不可避免的 有的时候为了活下去 为了各种目的 你不得不去撒些谎 说些假话 在某一刻 比方说眼下 我觉得有必要 掏心窝子 摸着自个儿良心 说点真话出来 现在的武汉市 就他妈的跟地狱一样 本来是从古至今一个非常文明 孙中山当年是吧 闹辛亥革命的时候 就从武汉市开的第一枪 当时建议要把武汉市建成像美国纽约一样的现代化城市 现在呢 现在成什么样子了 你看到各种各样的滑稽搞笑悲惨 时时刻刻 你都能从推特 或者说从一些网络渠道上看到熟悉的街道 熟悉的口音 看到他们倒地死亡 或者说各种情况 那些悲剧 今天是大年初一啊 本来是一个非常高兴喜气的日子 这个时间段 但是眼下你觉得 我们武汉人民 或者说一个中国人 能高兴得起来吗 然后我希望 所有的海外华人能够明白一点 我们中国人 起码 我或者说我身边的童年人 二三十来岁的 八零后九零后 没有谁是傻逼 没有一个人被洗脑了 我们脑袋里清清楚楚 明白的不得了 像金灿荣那一批 也就忽悠一下傻白甜 也就忽悠一下小朋友罢了 像我们都太他妈了解 这个国家是什么性质了 我们是没有办法 我们没有发生的渠道 我们没有能力 我们的身体是肉 是血肉 比不过钢筋子弹和坦克 我希望所有的 能看到我视频的海外华人同胞 帮帮我们 起码不需要你们花一分钱 也不需要你们干什么 无非用手指点一点 扩大一些曝光度 我也不靠这个东西赚钱吃饭 就希望制造一些舆论压力 让中国政府明白 你们不要逃避责任 跑到他妈的青海一个 了不拉实的地方 是吧 做做秀 什么指导疫情 你指导你妈逼呢 你把别人都当傻逼呢 我操你妈的 现在 我们做人会换位思考吧 如果你现在你是武汉人 你生活在这个土地上 是吧 你在 我们对位交换一下 你的亲人朋友 你熟悉的人 莫名其妙地染上病了 不是在他们不配合 是在他们完全没有办法 无奈的情况下 现在得不到医治 得不到确诊 只能活活地等待病痛的折磨 等待死亡 人他妈一生 命就一条就一次啊 死了就没了呀 而且眼下这个病毒 并不像官方宣传的 什么发热咳嗽 而且不发热不发烧 一样也可以传播 而且不光是通过口腔传播 病毒可以通过你的眼睛 都可以 这个已经是证实了的 很多内部的医疗工作人员 已经证实了这个情况 而且在封城的前半个月 一个月 返乡村运回去了 已经走了一两百万人了 他们怎么办 你怎么防 要把整个中国都给封住吗 与其 这封那封的 你找干嘛去了 所以我希望 所有看到我视频的人 真的好好珍惜我 发这个视频 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我随时都是冒着被抓到公安局派出所的风险 在这里就希望把一些真实的客观的情况告诉大家 我们老百姓真的是很无奈 你看我身边的朋友同学 只要是有钱的 有能力的 能移民的 找他妈走了 谁都不傻 我们只是没有办法 希望大家帮帮我们 我们起码眼下 我们武汉人真的是太需要国际舆论 国际社会的关注了 我们眼下真的是太无奈了 就两个字 无奈